阳光明媚,又是一个狩猎的好天气 带着我的狮子王大白 我们出来打猎的时候 发现了一类人类的部落 这里应该是温家人的部落 有很多晾晒的鱼竿 前面的小帐篷是一个临时的居所 我们温家猎人一般会把物资都挂在树上 我在这里正好发现了一个物资球 漂亮 不过由于我的背包都满了 所以我需要继续出发去寻找工匠 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 我终于在雪山脚下一触半身腰 发现了工匠居住的洞穴 没错 穿过前面那个断崖的木质小桥 咱们就能到达洞穴 找到工匠大胡子叔叔了 这个位置倒是蛮隐蔽的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居然把家安待了这个地方 走进去瞧一瞧 我去 原来是个陷阱 你妹的 我居然被大胡子老头给戏耍了 原来这里是他用来布置陷阱 用来捕获野人 武当人的 四周都没有出口 只好把这个陷阱给烧了 咱们下去瞧一瞧了 洞穴下面果然别有洞天 底下是一处暗河 估计跳下去能够保住一条小命 好冷啊 这洞穴果然别有洞天 黑不隆隆的 快拔上去点燃篝火 哎呦 好冷啊 这里面是一个中午时的山洞 里边还有野人的残骸 前面这个好像就是出口了 不过好像是需要爪钩才能上去 这下可糟了 我现在身上还没有制作爪钩的工具呢 我得好好找一找 我去什么妖怪 是美洲豹 快丢幼儿 这家伙从哪里跑出来的 上当了 看我好好的把他驯服 大家都问我白狼去哪了 其实我是把他安置在家里边了 好的搞定了 可真是塞萌尸马 胭脂飞幅啊 没想到掉到这里 还驯服了一头豹子 这只美洲豹花纹不错 这里应该是豹子的动学 我估计野人在这里狩猎的时候 肯定丢下了工具 嗯 这小豹子可真不错 经过一番搜索 我在一只豹子的残骸上 发现了一个爪钩 这下终于能出去了 好了 够结实了 哎 啊 终于能上来了 太棒了 上面还是中午时的通道 咱们继续前行 看看前面有没有路口 这个洞穴倒是蛮大的 不知道接下来 会不会再次遇到豹子 下面又是陷阱 看来只能挡球前过去了 看我丢出爪钩 好好的弹过去 嘿 弄结实了 走你 哎 啊 我来了 漂亮 完美着陆 前面还有标志 从这里应该能下去 哇 深不见底啊 我得小心一点 好的 够结实了 走你 慢慢的 流下去 哦 又是一只豹子 该死了 我掉到美洲豹的老巢了 我去你的 乌了乖乖 是三只 又过来一只 走你 哦 这洞穴里边可真惊险 这些美洲豹 进攻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看来此地不宜久留 我得马上的逃出去 从这里应该能爬上去 上面应该就是出口了 走你 终于见到光亮了 这个臭工匠 等我出去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他大胡子 一根一根的拔下来 哎 哎 好了 终于上来了 这可真是 惊险刺激的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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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